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拜託你現在拿出你的手機 或者打開你的電腦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透過手機跟電腦 有什麼好處呢 聊天室裡面 還包括我們廣告時間 有很多有趣的資訊 還有很多有趣的對話 光是看電視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透過手機 透過你的電腦 才有更有趣的內容 但是你打開了手機跟電腦 還是要開電視 因為我們也是要吃收視率的 所以兩邊都開 都雙開 那這幾天大家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全台灣這兩天 這麼多離奇的死亡 包括我們看到麻豆 有60歲的阿嬤帶著5歲的孫子 居然發現熱衰竭死在車子裡面 當然他的死因 現在有好幾種的說法 那他尤其大家覺得驚訝的是 他三度上下車 進出了收金的地方 當然也有名書專家說 鬼月其實沒有人在收金 因為鬼月神明都放下去了 怎麼這個時候還特別去收金 難道是孫子出了一個狀況嗎 那高大臣告訴大家說 可能在車子裡面怠速吹冷氣 所以導致液氧化碳中毒 後來又太熱 所以身體 屍體出現了 這個水炮的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在愛河 八天裡面已經出現了 三具的浮屍 15號 16號 17號 在昨天還有人掉下去 現在都還在搶救當中 所以愛河這到底又怎麼回事 那在高雄一樣在高雄在柴山 柴山真的常發生很多無法解釋 包括武林機槍也會打到爬山的人 那現在有個60歲的林溪婦人 他被發現穿著紫色的衣服 整個人是跪姿 然後卡在這些樹藤裡面 屏東也有39歲的男子 在吊溪的時候落水溺斃 但是這個水的高度不到一公尺 這到底怎麼回事 楊明 是 邀宗哥 其實我們在農曆七月 其實我們就是對這個 上天要秉持這個敬意 那當然有很多的事件 如果你沒有辦法解釋 你就會覺得 好像冥冥中有一些 大自然的力量 不自然的力量也好 那其實我有問一些 我們就是說 是比較道教屬性的這個朋友 那他是講說 其實像這對祖孫 麻豆這個對祖孫 那有可能他在收金的時候 他第一次去 收了三個多小時 然後要準備回去上車的時候 小朋友又哭了 那阿嬤就覺得 可能沒有收好 所以再去一下 然後待了四十分鐘 再下來 接著他把小孩放在車裡 然後他就一個人上去 可能臨時想起來 有什麼東西沒有拿 或怎麼樣 他就再去找這個收金的神壇 結果那個神壇主人 他跑去睡午覺了 後來他再回到車上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是現在我們要理解的 就是說你把小孩 放在車上 你有沒有熄火 如果你熄火 那個時候是中午十二點 那個最熱 最悶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小朋友在裡面 可能會有熱衰竭 就是熱衰竭 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那這個阿嬤他六十幾歲 有可能他看到 尤其最詭異的就是說 他是櫃姿 阿嬤是櫃姿 對 就是說他是櫃姿 去最後發現他的屍體的時候 櫃姿 那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如果今天他是 比如說打開車門 看到小朋友已經昏倒了 結果他嚇 他也驚嚇 有可能他的那個 也發生了一些昏倒 或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可能是不小心倒下去 因為如果按照那個高大臣 這個高法醫的這個說法 他說是這個 吹冷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導致什麼液氧化碳 但是老實說那個姿勢 不應該是下跪的 對 不太可能是跪姿 對 另外有一個說法 說民間的有些 當然不是說一定是這一個 是有些民間的浮水裡面 會放一些讓人家安神的 比較好睡覺的 有可能是這個狀況嗎 所以有可能 你看如果今天他要這樣一次兩次 那表示這個神壇 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沒有在浮水裡面加料 所以沒效 阿嬤才會一直跑去找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當然還是要尊重檢警的 這個偵辦的進度 那還是要去釐清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愛河這三個 八天三起扶植 其實我覺得更該關心的是 請陳其邁市長要注意 社會安全網有沒有做好 這個我們疫情這幾個月下來 是不是有人 其實通常浮屍都是 比較是屬於 你說大家疫情之下 有些人可能生計出了問題 對 生活困難 然後你看這三位都是高齡 高齡的長者 那是不是比如說 有可能是走在路邊 跌倒 滑進去了 還是說是真的有意的 這個都要調查 但是老實說 其實這些我覺得在 我們雖然看到的是這個 一個禮拜或八天裡面 有三句浮屍 但我們更要想的是 是不是不是意外 如果不是意外 我們又是不是可以預防 我覺得要用這個 更正面的方式來講 那其實你說像那個 柴山的這個位 他是這個 好像是被騰蔓這樣殘身 那包括後面那個什麼 而且他也是櫃姿 對 然後包括在後面這個 在很淺的溪或水溝裡面 溺斃 其實過去都有這種案例 那其實有一種可能 就像剛剛那個陳時中部長 他也講那個高端 打完那個打完之後有沒有 疑似心肌梗塞 其實確實人有可能在 比如說你發生 憑血或怎麼樣突然暈倒 那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2017年9月 有一對兄弟他們就跑去 西邊玩水在花蓮 然後那個大哥他就 他後面有一個石頭 就滾下來 然後把他壓 就是這樣滾下來壓住他 讓他壓在水裡面 那個水深才30公分 但是因為他被石頭壓著 他就溺斃了 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 怎麼解釋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寧可信其有 但是大家就是心存善念 然後不要平常就是 多行善事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這樣的民俗傳說 我覺得大家就姑且信之 但是我們就不要